德编舞家孙尚奇受到法国VR艺术节之邀 推出了新作《我不语》 以多媒体投影素材改编贝克特的名剧 用快速的身体回旋方式与舞台上面的投影互动 在法国首演之后受到观众们热烈的反应 也即将到欧洲城市巡演 独特的舞台设计 趁着简单的旋律 台上舞者透过多媒体投影 灯光互动 时而激烈的回旋动作 时而展现静态失忆的身体意象 虽然舞语 却和现实世界有深沉的对话 这是旅居德国的B舞家孙尚奇 在法国VR艺术节推出最新作品《我不语》 30分钟的读舞 语会成熟 相当能抓住观众的心 那这个作品的灵感来自于Backett 他的无言剧 一个单人的无言剧 那这一次呢 我特别把多媒体影像 还有舞台设计跟灯光合在一起 用一种抽象的方式呢 把这个无言剧里面的这种 身体墨具的形式呢 用在VR把它表达出来 孙尚奇身体主宰舞台的能力 在这处舞剧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其实才刚结束在台北与云门2的圈斗后 又立即投入《我不语》的法国首演 在莫博格的剧院首演时 他进一步探讨心灵面向 备受好评 这个剧中讲的就是一个人 被丢到沙漠里面 然后呢被迫的自救 然后被困在这个沙漠之中的这个穷尽 讲的就是这个身体跟精神之间这个关系 这处剧已排定到欧洲多座城市 包括德国莱比锡 柏林等地巡演 随上其也期盼能代表台湾 继续惊艳欧洲舞台 台湾宏观电视陈思宏 德国柏林采访报道